大家早上好 安奈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又回到 撒姆尔记 下的第一章 当然 其实 以色列人的圣经里面 撒姆尔记上下 其实是一卷书的 但是我们就将它分成了 撒姆尔记上和撒姆尔记下 其实原本就是一卷书 在撒姆尔记里面 我们主要是看三组的人物 这三组的人物 就贯穿了整个撒姆尔记上下的故事 那这三组的人物分别就是 以利和撒姆尔 当然以利是祭司 撒姆尔记是祭司 又是世事跟是先知 这三组的人物 一方面是代表充满血气 另外一方面代表相对是属灵的 所以你看见以利和撒姆尔的分别 第二组人物就是比利拉和哈拉 属血气的比利拉 属灵的哈拉 然后第三组人物就是扫罗和大卫 两个都是耶和华的收高字 但两个相对来讲 一个是比较更加属血气 一个就比较属灵 那这三组的人物其实就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 我们今天来到撒姆尔记下的第一章的时候 扫罗就已经离世了 大卫准备要做王 也是在这两个王当中我们来看 这两个王他们的分别在哪里 两个都是受高者 两个的选择了很不一样的人生 在这个不同的选择里面 一个是属血气多一些 一个是属灵多一些 那这两个不同的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同样是受高者 但他们带来的结局 又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呢 他们的心态 他们做抉择 他们选择的时候 他们的价值观又有一些什么不同呢 我们今天就从大卫身上来看 他和扫罗有很不一样的价值观 也因为这个价值观 让大卫走上他人生里面的另外一个辉煌阶段 也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我们今天又是用什么来做决定呢 我们里面的核心价值系统 有时什么呢 其实这个核心价值系统很特别 就是你平时风平浪静 天下太平的时候 是不会很看得出有什么分别 其实这些的核心价值 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重大关口里面的时候 就能看得出来 这也值得我们去思想 我们问自己 当我们面对一些重大关口的时候 我们的核心价值系统又是些什么呢 我们在扫罗身上看得很清楚 当他遇到一些人生重大关口的时候 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他的核心价值就是 他的王位 其实当然他的王位所代表的就是世界 当他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他是以王位做优先的一个系统来做决定 所以就会勉强的献计 萨姆尔记上前面读过 他的献计 明明是萨姆尔吩咐他要等我来 才可以献计 但是他看见萨姆尔迟迟没有到 似乎没有办法稳定白星的心 所以他就勉强献计 知道自己做错事了 抓住萨姆尔说 帮我演长戏啦 在白星面前 让我在白星面前得尊荣 他所有的价值系统 都是以百姓为先 以他的王位 面子为先 就是他要打造一个太平的盛世 他要将自己 他很看重的是自己外在的包装 让自己 很有面子 对他来讲认罪是很难 因为认罪要放下面子 放下身段 他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 作为一国之君 怎么能在白星面前认罪呢 今天也是 作为一国之君 在白星面前认罪 他心里面就会觉得 以后哪里还会有人来尊重我 谁还会看重我 那我的统治权 我的王位 我的面子 我外在的包装 就会受很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他一生 都是在选择用面具 来遮掩自己的真实自己 这就是扫罗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 那大卫又是怎样呢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这样的背景 来进入 萨姆尔基下 萨姆尔基下分段 可以是 第一节到十一节 是一个大段 讲到扫罗的死讯 传到大卫的耳中 十三 到十六节是一段 大卫对报信的人的回应 最后十七节到二十七节 就是这一首大卫所做的功歌 也可以叫做英雄之歌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段 扫罗时候 大卫击撒亚玛利人回来 在喜格拉住了两天 第三天有人从扫罗的引力出来 衣服是猎头蒙 灰尘 到大卫面前 府地叩拜 这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个时候 扫罗已经战死了 大卫也击杀了亚玛利人回来 我们从这里算一算时间 在喜格拉住了两天 第三天这个人来了 当然我们知道 第三 又提到第三天 很多时候神工作的时候 一个转节的时候 神掌权的时候 但是对大卫来讲 也就是大卫要起来做王的时候 因为少了已经过去了 所以新的王要兴起了 其实对以色列来讲 是一个王朝更替的时候 是一个时代转变的一个时候 但是我们数数手指 大卫从战场上面 被亚基王赶回来 回到喜格拉 发现他的妻儿被掳 他追管了一个通宵 将他们救回来 然后住了两天 第三天的时候 这个包新的人就来了 其实这个包新的人 从战场 来到大卫所在的地方 大概都需要 几天的时间 如果跑得太急的话 两个地方 喜格拉和基列波山 其实是相差很远 要差不多四天的路程 也就是说 大卫打赢 亚马利人 将他的妻小抢回来 其实那时候 差不多真正是 扫罗阵亡的时候 其实是差不多 同一时间发生 可能是同一天 都不一定 然后将这个消息 吃了四天才来到 喜格拉来到大卫的耳中 所以你看见这个图画 也很特别 扫罗那边 是惨败 阵亡 但是大卫在四天前 对于 掳走他们的那些人 这一场的战争里面 他是大获全身 而且得到很丰富的 略物 战利品等等 所以你看见 真的一个是 蓄日东升 一个是西洋 我们在上面 机上都有分享过 大卫的身体都不一样 大卫打败亚马利人 得到这些战利品的时候 他不再躲藏 他走出来 去送礼给他周围的人 送给他那些帮助他的人 一个王者的气派声量 这样去展现出来 所以你看见 在一个很奇妙的 一个很大的对比的图画 大卫 就是越来越向上 扫罗就越来越向下 甚至在这个时候 扫罗去到他人生的最低的地方 大大的战败 甚至阵亡 在菲利斯人的手中 所以去到第三天的时候 有一个人 这个人从扫罗的营里面出来 他的打扮就是失裂衣服 投蒙灰尘 到大卫面前来辅地叩拜 衣服失裂 投蒙灰尘 你看见这样的造型 这样的绅士 就已经知道 不会有什么好事 所以圣经写得很清楚 当这个人一来的时候 就知道他带来的一定是一个恶号 他所带来的一定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人就来到大卫的面前 第三节 大卫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他说 我从以色列的阵营逃来 大卫又问他说 事情怎样 请你告诉我 他回答说 百姓从镇上逃跑 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 扫罗和他儿子越来越当死也死了 大卫问 包姓的少年人 你怎知道 扫罗和他儿子越来越当死了呢 包姓的少年人说 我偶然到吉利波山 看见扫罗夫在自己的墙上 有战车 马兵紧紧追随他 他回头看见我 就呼叫我 说 我在这里 他问我说 你是什么人 我说 我说我是亚马里人 他说 请你来 将我杀死 因为我痛苦抓住我 我的生命上存 我准知 他扑倒闭不能活 就去将他杀死 把他头上的光面 闭上的左指 拿到我主这里 大卫就撕裂衣服 跟随他的人 也是如此 而且被哀哭号 今时到晚上 斯盈扫罗和他儿子约拉丹 并以后花的名 以色列家的人 倒在刀下 这个人撕裂衣服 头蒙灰尘 走到大卫的面前 所以大卫已经知道 一定有坏消息要来了 所以就问他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 我是从以色列的阵营 讨出来 其实问到这里 大卫已经心之不妙了 也就是说 以色列一定打败仗了 只不过问题就是 这个人报过来的信息 差到什么地步呢 究竟他要讲的内容 是什么呢 肯定是已经打败仗了 所以大卫就在问他 事情怎样 请你告诉我 我想这个时候 大卫的心情都很激动 知道已经大事不妙了 但是不妙到什么程度呢 究竟我们输得有多惨呢 那你报信是报信什么呢 所以这个人就回答 他说百姓从战上逃跑 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 扫罗和他儿子约拉丹也死了 原来这个人要来报的信 不单之时告诉他 以色列人大大的战败 而且扫罗和约拉丹王子 都战死了 所以大卫就问这个 报信的少年人说 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 约拉丹死了呢 为什么要再问这个问题呢 我想大卫心里面 他都不相信 为什么扫罗和约拉丹会死呢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其实意思就是你肯定 你肯定他们已经死了 所以他想清楚 这件事情的死磨 大卫不是很想信 扫罗会战死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卫的心里面 他对神的信心和信靠 不是一般人 他是非常强大 所以你想想他牧羊的时候 狮子熊 他从来都不惧怕 因为他知道神会保护他 以至他成为耶和华的受告者 这一份的信心就更加的强大 所以他面对菲利斯的巨人哥利亚 他都从来没有手软过 他也从来没有惊怕过 因为他知道神一定保护他 所以对他来讲 他觉得扫罗是耶和华的受告者 他怎么会阵亡呢 打败仗有可能 但是阵亡没有那么简单 神没有理由不看着 他自己的受告者 再加上约拉丹 他也知道约拉丹是勇士 约拉丹是属神的 我们回待前面看看 神也使用约拉丹 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菲利斯人的手 约拉丹是个 加上他的那个带兵器的少年人 可以击打 菲利斯人 绝不手软 带领以色列大大得胜 你看见约拉丹身上的那一份的恩高 你要大为相信在这个时候 耶和华的受告的王 扫罗阵王 已经很难接受 再要接受 他的好兄弟 比他自己性命跟看重的 这一个很有恩高的约拉丹 都在阵亡了 他觉得没有可能 很难相信 为什么可能呢 所以他就再问 正在逃亡来的人 就告诉他 你怎么会知道 少罗和他儿子约拉丹死了呢 他要证据 他要确实知道 这是真实的 还有你怎么会知道呢 随着这个暴行的少年人就说 我偶然去到纪列波山 看见少罗扶在自己的枪上 有战车马兵紧紧跟 追随他 他讲了一番这样的话 其实这一段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偶然看见的 他已经受了重伤 他都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了 就叫我杀了他 所以我就杀了他 杀完他之后呢 然后这个少女人就加了一些 我就将他的冠冕 头上的冠冕 和手上的桌子就拿到我主这里 当然我们明白 头上的冠冕 和手臂上面戴的那个 手镯 其实这个就是 以色列君王的标记 就是他在手臂上面 会有一个金环套住 头上也有一个冠冕 所以你的很远 你就可以看见这世王 和以前中国的皇帝一样 就是皇帝有一个特定的打扮 所以让你在众人当中 都可以看见他 比如中国古代的皇帝 只有皇帝可以用明黄色 所有的百姓都不可以用 那个特别的黄色 所以只要他在人群中 你看见那个金灿灿 你都知道他是王 最少的也是一样 他身上有王的打扮 这个包信的人 就将这两件的信物 带到大卫的面前 当然大卫一看见他 拿出这两件东西的时候 就知道扫罗真的没有了 否则的话 你怎么可能拿着这两样东西呢 当然问题就是 这个少女人为什么要说谎呢 明明就不是他下手 杀扫罗的 扫罗其实是叫他拿兵器的人 将他杀了 免得他落在免受割离的人手中 但是这个拿兵器的少女人 不敢吓扫罗就自己跳进自己的刀上面 赴刀而死 其实如果这个人 照着本来的来讲的话 都是说 我将这个信息报给你 其实他都是报信有功的 但是这个人不单止 报了扫罗的死信 他还要将这两件信物 拿到大卫的面前 然后 最要命的就是 他要自己编造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故事就是 我杀死扫罗的 然后将这个冠冕 和这个配饰 就拿到你的面前 就是说 所有人都知道 大卫将要作王 连这个报信的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扫罗追杀大卫 扫罗和大卫之间 对于大卫来讲 扫罗就好像他的敌人一样 这两个是一个对立的实力 所以这个人就制作聪明 所以他就是 不单止我要领报信之功 更加要告诉他 我是帮你的 我是忠心于你的 所以你看看 我一杀了扫罗 就马上将他的皇冠 和他的镯子拿过来 你知道省了多少时间 这个皇冠 也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就好像以前的中国人 改朝换代的时候 前朝的玉玺 带到你面前 省了很多功夫 所以他将这两个信物 带到大卫的面前 然后编造了一个 这样的故事 他认为应该会 拿到更多的赏识 当然他这个行为 所出于的是一个贪心 除了贪心之外 他所做这件事情的 背后的眼光 完全是属于血气的 完全是属于世界 但是一个属于世界 属于血气 一个价值观 所做出来的一个行动 碰上一个属灵的人 那会变成一个 怎样的结局呢 就是这个 报信人的结局了 首先 他就用了很多心机 来讲 说谎话 为了要拍 大卫的马屁 这个小茶区 也让我们来反省 也让我们看到了 拍马屁 能不能行得通呢 这个很特别 如果对方 真的是一个 属神属灵的人 拍马屁 其实是行不通的 因为属灵的人 参透万事 所以当他用一个 这样的世界的 那一套 去对大卫的时候 其实是行不通的 而且大卫的反应 我想也远超乎 他的想象 他将皇冠 将这些 饰品 带到大卫的面前 将这个信息 报给他 他心中 可能有一个 小剧场就是 大卫一听到之后 就会重重的赏赐他 然后大卫就要 马上的筹备做完 但事实是怎样呢 十一节 大卫就失列一服 跟随他的人 也是如此 而且被挨苦好 惊死到晚上 十一扫罗和他儿子 约拉丹 并耶和华的 名以色列家的人 倒在刀下 大卫的反应 完全超乎 这个包信人 心中所想的 大卫竟然不是一个 很喜悦 知道自己 啊我要登基了 马上去筹办等等 大卫反而 失列一服 跟随大卫的人 看见他失列一服 他们都失列一服 而且他们都悲伤 哭号 惊死到晚上 就是他们的反应 就是完全 以这个为恶号 他们就哀悼 他们就悲伤 这个悲伤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是 表现出来的 而是发自内心的悲伤 因为扫罗和他的儿子 约拉丹 还有一色列的家人 都倒在刀下 你看见 大卫听见 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不是站在一个 自我中心的立场 去判断 现在我要做些什么 而是按照 神的国 这个国度上面去 回应这件事情 所以在大卫的眼中 扫罗和约拉丹归天 其实是对神的国来讲 对以色列人来讲 是一场重大的损失 所以他里面就大大的哀哭 再加上他知道 伴随着扫罗 战败战死的以色列人 更有为数不少 所以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果烂日 他将自己 是不是马上可以 做亡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放在一边 甚至他可能想都没有想 他的一个反应就是 这是一个果烂日 这是一个要尽私 被哀哭好的日子 因为以色列人倒在刀下 以色列的王和王子 都倒在刀下 从一个国来出发来看的话 这绝对不是一个 可喜悦的日子 绝对不是一个 应该要开心的时候 所以他大大被哀 为自己的国家 为自己的同胞人民 遭受一个这么大的战败 甚至这些阵亡 他来哀哭哀悼 甚至禁食 然后我们看下一段 13到16节 大为问报信的少年人 说你是哪里的人 他说我是亚玛利 客人的儿子 大为说你身手杀害 耶和华的寿高者 怎么不畏惧呢 大为叫了一个少年人来 说你去杀他吧 大为对他说 你留人邪的罪 归到自己头上 因为你亲口做见证 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寿高者 少年人就把他杀了 13节 大为就问这个报信的人 你从哪里来 其实大为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如果我们刚刚 细心一点的话 就是这个报信的人 在第8节说什么 他问我说 我是亚玛利人 他前面报信的时候 已经报上他的名号 已经说他是亚玛利人 不过在这个时候 大为又再问多一次 你是哪里的人 他说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 这个客人原文就是寄居 原来他是亚玛利人 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 所以其实他是外族人 但是问题就是 大为为什么要再问多一次呢 其实大为都要问清楚 究竟你是什么人 如果这个人是以色列人 不知道大为会不会有不同的做法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自己人 都是自己的骨肉之亲 所以我想他第一次听到他讲的时候 已经对亚玛利人的身份 有一些印象 况且这个时间也很奇怪 因为大为在这个时候住在喜格拉 他刚刚就是从亚玛利手中 将他被掳去的 弃而抢回来 大大地击杀亚玛利人 得着很多战利品 阿尼现在来报信的又是亚玛利人 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 本来就是仇人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亚玛利人 又可以寄居在以色列当中 所以你也看见 在四世的年代 也许到三门的年代的时候 其实以色列人的信仰光景 真的不怎么样 所以他们才会容许 这些敌人 这些仇人在他们当中寄居 也给这些菲利斯人 大大的侵扰 甚至没有办法胜过他们 所以其实就是以色列人 在这个时候 从他们的信仰 到他们的政治上面 都是软弱 所以大为在这里就再问清楚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是哪里人 他说我是亚玛利 寄居的亚玛利人 所以大为就抛出一个问题 你身手杀害耶和华的受告者 怎么不畏惧呢 于是就叫了一个少年人来 就跟他说 你去杀了这个人吧 因为他自己做见证 说他杀了耶和华的受告者 就将这个留人写的罪 归到他的头上 这一个暴行人 我想他到这一刻 到他死的时候 他都想不到 既然他得到的是一个这样的下场 他疑心的以为 来到大为的面前去报信的时候 是可以邀功的 将这个冠冕和金竹带到 大为的面前 可以得到赏赤的 谁知道他的赏赤就仍是促使他 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 大为的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大为的眼中所看的是什么呢 这个少年人他错判的原因 是因为他用世界的眼光来看 他可能以为 大为和扫罗都是差不多 每一个做王的心思都应该差不多 如果这个情形 是反过来的 他将这个信息 报给扫罗的话 我想扫罗可能马上就赏赐他 极不可待的 戴上皇冠 穿上那个金拙 但是可惜他所报信的对象是大为 大为的反应和他心中所想的 完全是180度的相反 因为在大为的眼中所看的 不是自己个人的荣耀 不是个人的得失 不是自己个人的利益 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 在这个时候 大为不是那个 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 一个价值观的系统里面运作 相反他是以神果为中心 他自己三番几次的 其实有机会下手 去搞定扫罗 他都不敢动手 他也阻止他身边的勇士动手 这是两个层次 自己不动手 但其实人很有趣 我们有时候会这样 我们自己不下手 但是我们会很狡猾的 叫别人去动手 其实很简单 有一次有机会下手 去害大为的时候 其实他身边的勇士要出手的 他只要不拦阻 或者是小 不用那么用力的拦阻 事情就已经成就了 但是大为不是这样 他自己不单不下手 他也极力的阻止 他身边的勇士下手 所以在他的眼中 他认为 没有人可以下手害 耶和华的受高者 就算他不尊重扫罗 他都要尊重神的恩高 在大为的心中 真的是打狗都要看主人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他自己不敢下手 他也阻止他身边的人下手 但是今天这个报信的人 他说他下手 杀了耶和华的受高者 斩了扫罗的头 还要将信物带到大为的当前 所以大为就问他一个问题 你下手的时候 你不害怕吗 我都不敢下手 你敢下手 我身边的勇士 没有一个人敢下手 你竟然今天告诉我 你下手 将耶和华的受高者杀了 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 大为的心 和扫罗的分别 扫罗一心看的就是 以自己的荣耀 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大为却是看神的国度 看神不是看自己 所以他就跟少年人 讲了这番话 然后就叫人杀了他 因为他说 你自己亲口讲的 你自己亲口作证 说你杀了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想这个报信的人 到这时候已经 哑口无言 百口莫辩 自己讲的好像真的一样 现在你也不可能 告诉别人说 哎呀我说谎啊 没有这样的事 这个谎官只是 我讲回来的 这样再讲 也没有人会相信啊 所以使得也很冤枉 就白白来搭上了 一条性命 这件事情 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 就是低层次的应用 就是原来贪心 真的没有好结局 贪心真的会死的 其实你真的能贪些什么了 你这个报信 只是贪一点点的赏赐 但是这个谎言 这个低层次的应用 就是说谎真的会死的 其实这个对他来讲 是白色的谎言 你是下一个做王的呀 我只是顺水人情呢 是顺便加点盐 加点醋 结局是没有变的呀 其实都是扫罗史啦 越来越当时啦 这是真的呀 我只不过就加一点色彩 加点盐 加点油 这样子 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 白色的谎言都可以死人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加盐加醋呢 其实加盐加醋都很危险 这个人就这样一命呜呼啦 所以今天 我们真的要在这个未来思想 当然更加高一层的应用就是 我们的价值系统是些什么呢 这个暴性人 其实他是死于他的价值系统里面 他以为所有人都是跟他的价值系统一样 这就是世界 世界的价值系统很有趣 就是我们会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叫做世界的系统 所以我们以为世人 都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去思维 但是偏偏他碰上了一个不正常的大位 这个不正常的大位 就是不是以世界的系统为先 他是以神国的系统为思维 所以当神国的系统 碰到世界的系统之后 大家就对立 但是我们也看见 神国的系统胜过世界的系统 所以这个暴性的人 才会落到一个一命无乎的下场 如果是他的系统胜过的话 他可能还有可以做大观 但是就是因为 但是就是因为 神国的系统胜过世界的系统 所以他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就像我们心中的那个系统 特别是当一些的大事 一些的关口出现的时候 我们是用哪一个系统来运作呢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17节到27节 大位杀了这个暴性人之后 17节 大位做哀歌 要连扫罗和他儿子约拉丹 而且吩咐这个教导犹大人 这个名叫公公 写在亚撒尔书上 以色列啊 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 大英雄侯尽被杀 被死亡 不要在加特报告 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穿养 免得菲利斯的驴子欢呼 免得未受割离 自人的驴子 惊夸 吉列波珊娜 愿你那里没有雨露 愿你田里无土产可做公物 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 被雾丢弃 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成抹油 约拉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退缩 扫罗的刀剑飞破勇士的油不收回 扫罗和约拉丹 或是相约相爱 死死也不分离 他们比鹰跟快 比狮子还强 以色列的女子啊 当为扫罗哭号 他曾使你们穿珠红色的美衣 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 英雄合径在镇上扑倒 约拉丹合径在山上被杀 我凶约拉丹啊 我为你悲伤 我甚喜悦你 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 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 英雄合径扑倒 占据合径面目 大卫就起来做了一首的哀歌 这首哀歌目的是要来调恋 扫罗和他儿子约拉丹 而且他吩咐将这首歌 来教导尤大人 就是让整个尤大支派的人 都懂得会唱这首歌 尤大支派在以色列中支派是 最会敬拜赞美的一个支派 尤大支派的名字就是敬拜赞美 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尤大支派 所以他就教导这些尤大人 为扫罗和约拉丹 唱起这一首的歌 为当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 就是来调恋扫罗和他儿子 约拉丹 也将这首歌写在 亚撒尔书上 亚撒尔书可能是一个四个级 不过现在已经失传了 所以已经找不到 不知道他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歌 这首公歌就在 亚撒尔书上被记录 就是叫以色列这样子存下去 其实这首歌的名字叫公 因为它是一首歌就叫做公歌 原文就是一个字 就是这首歌叫做公 为什么叫做公呢? 大卫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约拉丹手中的公 约拉丹手中的公 不单只是神果的戾器 带领以色列人大大的圣 其实大卫到今日 还有命可以春流 和约拉丹手中的公 也是有关联的 因为当年约拉丹和他报信的时候 就是用他的公写出字来 然后通风报信 告诉大卫你要逃亡了 告诉大卫你要走了 否则的话 你必定死在我父的手中 所以约拉丹的公是拯救之公 救过大卫 所以约拉丹和大卫写的这首歌 就叫做公 我想他真的很挂念 约拉丹如果没有约拉丹 大卫可能都已经被扫罗杀了 都不一定 所以对他来讲 他们的情谊是让他非常记挂在心头的 这首歌的内容就是 以色列亚 你的尊荣者在山上被杀 大英雄何尽死亡 在大卫的眼中 扫罗是英雄 扫罗的确 就是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如果你从他软弱来看 这个人真的很不行 什么都做得出来 又死要面子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大卫为什么觉得他是英雄 而且是大英雄呢 如果你从民族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又是一个英雄 因为他真的带领以色列 打过很多场的肾脏 也是他的兴起带领以色列人 逐渐脱离菲利斯人的瑕疵 有贫穷 慢慢步入富强的路上 所以他的医生是有很多过错 但是也不能抹杀他对以色列人的功劳 所以当他离世的时候 其实大卫是放下一切 少了一生的软弱啊 那些地方不看 大卫只看他对神国的功劳 对以色列国家的功劳 所以他歌颂他的功劳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卫就称他为大英雄 大英雄和尽死亡 不要在加特报告 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传扬 加特和亚斯基伦是 菲利斯很重要的两个城市 特别是在加特 就是出巨人的地方 戈利亚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大卫就说 这些消息 不要去到加特 不要去到亚斯基伦来传扬 免得菲利斯的女子欢乐 免得那些未受戈利子人的 呃 女子来惊夸 免得他们庆祝 扫罗和约拉丹的死 当他们这样庆祝 扫罗和约拉丹的死的时候 其实对以色列 甚至对神的名号 都是一个极大的羞辱 所以你看见大卫看 整件事情都不同 他不是用个人的利益得胜来看 否则的话 他应该是要做一首喜乐的歌 宣告自己做完 他所看的 是扫罗和约拉丹的死 其实对以色列人 带来的是极大的羞辱 对神的名 带来的是极大的荣耀上的亏损 所以大卫就发出了一个这样的歌词 不要将这些事情 在这些地方来宣扬 但愿这件事情 不要成为敌人羞辱我国的 一个地方 他甚至向基列波山发出咒诅 他说基列波山 希望你那里没有雨下 没有土产 事实上 大卫这个咒诅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应验 基列波山到后面 直到今天都好像没有什么出产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一直都很荒凉 为什么呢 因为英雄的盾牌在你那里被污染丢弃 少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 其实少罗在这个山上战死 他说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个山不再有喜乐 不再有出产 其实就是表示 那一个哀掉 英雄的盾牌在这里丢失 盾牌在古代打仗是很重要 保护的器具 丢失了盾牌 其实就是失去了保护 所以这个盾牌一丢失的时候 就是大失一去 这个盾牌好像未曾抹油一样 其实当时的以色列真的很弱 菲利斯人为什么可以大大的胜过他们 就是因为菲利斯人掌握了链铁的技术 反而相反 以色列人他们的盾牌是怎样呢 以色列人的盾牌不是金属做的 以色列人的盾牌是用木 和在上面再放一些皮啊 来做的 所以他们的盾牌常常都要抹一下油 木也是一样 你抹了油不容易爆裂 其实用抹油来保养打力 所以这些战士 常常都会帮他们的盾牌来抹油 保持防卫的能力 不要一上战场的时候 别人一刀刺来的时候 就呃 就吃穿了就没有用了 所以这个勇士 这个英雄的盾牌 仿佛好像没有抹油一样 就是抵挡不住 抵挡不住 没有办法保护他的主人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战败的形容 约拉旦的弓 本来是流敌人的血不退缩的 少了的弓 刀剑 也是 护开勇士的油都不收回 他们本来是战无不胜的 他们本来是非常的勇敢的 但是何尽在这个山上死亡 所以基地多山 愿你再没有任何的土产 因为英雄 在这里失落 所以约拉旦 扫罗和约拉旦 何时相爱 越相爱 时时也不分离 他们比鹰更快 比狮子还要强 鹰和狮子 一个是天上的王 一个是地上的王 本来约拉旦和扫罗 是众人所仰望的 他们是英雄 他们比鹰更快 比狮子更强 在以色列当中 最厉害最光荣的英雄 所以他说 以色列的女子 当为扫罗哭号 她曾使你们穿上 珠红色的美衣 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 扫罗为以色列人 其实有带来一个太平的盛世 曾经让以色列人可以抬头 这些珠红色的美衣 就是以前的人 珠红色也代表尊贵 要染珠红色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要有钱人 才买得起的颜色 也让他们的衣服上面有黄金的装饰 所以其实扫罗曾经是真的为以色列人 带来一个丰厚 但是何净英雄在镇上扑倒 约拉丹竟在山上被杀 当然他特别挂脸的就是约拉丹 约拉丹和他之间 甚至有深个爱情的爱 就是如果不是约拉丹的话 大卫今天 可能都很悲哀 所以他再一次的哀掉 英雄合金扑倒 在这首的功课里面 你看见 大卫 对扫罗有一丝的恨 甚至在他眼中 他的确是英雄 同时失去了两位的大英雄 这也是这首歌里面 要凸显出来的 今天对我们来讲的时候 其实你看见 大卫在这里 他的心里面 完全胜过苦毒埋怨和恨 这种的饶恕 是非常的深沉 我想也是这种的饶恕 让神更加的喜悦大卫 今天我们的人生又是怎样呢 我们的价值系统 有没有这一份的饶恕在里面 其实就是因为大卫这一份的饶恕 所以他的身量 他的心胸宽广 也都是因为这样 他更加的具备做王的条件 他自己也是一个得胜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都要问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有没有这种饶恕的胸襟和胸酿呢 神喜悦这一份的胸襟和胸娘 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得到这一份属天的价值 让我们所做的 所决定的一言一行 都不是跟随这个世界的系统 我们要走的就是这一个属天的系统 愿主帮助我们 阿们 神女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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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让我们今天在里面来思想 大卫 今天为什么 可以在一直追杀他的人灭亡之后 他可以做哀歌 因为大卫知道 耶和华做王 神女 我们呼求了 来到我们当中 帮助我们思想 主要是的 我们很想 要这个神国的胸襟 我们很想 有这个声量 主要我们去回想 为什么大卫可以不幸再乐后 怎么可以不苦毒 不怨恨 不平平 可以这样放手呢 因为大卫一直都知道 真正的王 是耶和华 主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同样 都有很多不公不义 很多的怨恨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很多的难受 主要我们都很想 不幸再乐祸 神女您这一刻来帮助我们 再次来定金 神是你做王 大卫很多的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 见到 虽然少了这样对他 但是一次一次 神保守他 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一次一次 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不容易 但是同样 神你一次又一次的 来保佑我们 主要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 神你让大卫面对 亚玛利人的战争上面得胜 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 大卫全都夺回 而且救回他两个妻子 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 无论大小儿女财物 大卫都夺回来 没有失了一个 神你做王 神你顾恋我们 地人姐妹好不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将我们的眼目 不是定睛在追杀我们的人 让我们定睛在 神怎样保守我们 一次又一次 让我们再一次认定 我们的一生 是在神的手上 从我们的童年 我们在学校 我们在工作 一切的一切 神你一次一次 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手中 主啊 就算那个是我们的权柄 但是我们知道 你掌管一切 你才是真正的权柄 主啊同样 你都使用这些不完美的权柄 去做成你要做的工 就等于扫罗 他在以色列的里面 他领军出征 当中让百姓 可以得到丰富的供应 同样 在这些不完美的权柄里面 你同样使用它们 做成你要他们要做的工 主啊我们今天要换一个眼光 祝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都要有大卫这样的胸镜和眼光 因为大卫以神为中心 做我们今天同样 做我们的眼光要与你对齐 神啊在你的国度 你全人的掌权 神啊在你的国度 做我们要再一次来认定你 当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手上 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的时候 做我们就可以放手 做我们就可以不心在罗合 做我们就可以 不需要在苦毒与恨的里面 因为我们去数酸 你是恩待我们的神 你是让我们 得回卤物的神 你是挽救我们的神 因此我们不需要和人去计较 我们可以放手 我们可以放手 我们可以饶恕 因为神 你是真的恩待我们 眷顾我们 真正保护我们 你是我们的保障 因此我们不需要去贪 不需要去拍马屁 不需要说谎 不需要隐瞒 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里以外 我们的赏赐是从你而来 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来开口开身 我们在这里来对准神 告诉神 一些我们过不去的人 我们今天愿意放手 我们都不要用世界的方法 去贪 去拍马屁 因为真正祝福的源头 是在你的里面 我们真正的保障 是在你的里面 我们来开身为自己的心来祷告 我们感谢你 借着《撒末尔基》下第一章 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 不需要用世界的方法 只需要单单来认定你 当我们认定你的时候 我们的心胸可以不一样 我们的眼界可以不一样 祝你怎么样帮助大卫 有这个声量 圣灵我们今天同样 要来拥抱你 要来求你 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同样有大卫的声量 大卫的眼光 因为我们同样愿意 和大卫一样 依立为我们的中心 我们生命的中心 我们家庭的中心 社会的中心 甚至我们国家的中心 无论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知道 你看住 你保守 主要让我们不是做一个苦毒的人 当我们有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 在一个感恩的里面 我们可以在神明书里面 祝我们感谢你 大卫称赞 扫罗是英雄 弟兄姐妹今天 好不好我们都同样 让我们用不一样的眼光 我们去看 过去让我们觉得很难过 很不容易的人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为他们开口我们来祝福 祝我们来宣告 愿神你的心意去成就 主要是的 扫罗在国家里面是英雄 是你所拣选 他是耶和华的受告者 主要让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 不是在世界的里面 而是在神国的眼光里面 主要让我们可以和大卫一样 成为合你心意的人 主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撒末尔记下第一章十四节 大卫说 你深受杀害耶和华的受告者 怎么不畏惧呢 十七节 大卫做哀歌 到扫罗和他 儿子于拉丹 且吩咐将这歌教导尤代人 这名叫公公 大卫的胸襟 大卫的眼光 他眼中所看中的 扫罗受告者的身份 其实背后所看中的是神 在大卫的生命里面 神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看中扫罗的性命 当扫罗的时候 他做公公 调炼扫罗 让我们一生所看中的是我们的神 当你看中神 神就看中你 你以神的价值系统做决定 神就为你背书 神就为你盖章 当神向你盖章 为你背书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不再一样 大卫就这样走上他人生的巅峰 祝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也有这样的眼见 世界会给我们很多拉扯 给我们很多压力 但是我们不要走世界的路 我们单单走 神要我们走的路 看中我们的神 神必看中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将薯田的价值观 放在我们的心中 主要愿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才是那个最有分量 做在我们生命宝座上的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不是空口讲白话 而是讲得出做得到 而是我们心里面 真正真正的以理为我们的王 我们不要世界做我们的王 我们都不要自己做自己的王 主要我们单单的来寻求你的面 愿你的话语 在我们的心里面 也知道我们一生都走在你的心意里面 我们的人生道路更广阔 更有声量 求主这样来帮助我们 使用我们每一个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成岛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